今天的影片我们要看 如何去估计你有没有患上心肇病和中风的风险 Hello 我是Jone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在这一集有分享金油三肢和HDL的比例 可以用来预测一个人有没有心肇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 因为它比较LDL和肿胆股虽然转确很多 所以如果你没看过一集就有其他去看看 我又教你如何从你研写报告来计你的金油三肢和HDL的比例 OK 那你计算出你的金油三肢和HDL的比例是最佳值的话 支持低于1.5% 你就归类是低风险的引群了 Yeah 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 如果你是不做运动的人 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话 那还送心肇病的风险依然会低吗 低风险是不是完全不用理呢 金油三肢和HDL其实是其中一个风险因素 这个图我是金油三肢HDL影片有分享过 我们可以看到金油三肢HDL的比例越高的话 设计心肇病的机率会增加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心肺运动功能 Cardial Respiratory Fitness 表示为HML 只是代表心肺运动功能为高中低的水平 是从Maximal Treatment Exercise的测试得到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直接关联到一个人的活动量 其实都挺明显的 见到活动量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一个人的活动量是低的话 就算她的金油三肢HDL比例是低风险 支持1.5以下 心肇病的死亡率依然是挺高的 10至高于金油三肢HDL比例高 但是活动量由高的人群 各报告建议要降低心肇病死亡率的风险 至少要达到中等level的心肺运动功能 就是根据WHO建议的运动量 就是每周至少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 或者75分钟以上的高强度运动 稍后我会解释什么是中等强度 所以生活方式是非常之重要 千万没有忽量 OK 所以我们说到两个因素 有三肢和HDL的比例和活动量 除了这两个因素 要降低幻想心肇病的风险 其实还有其他风险因素我们都要留意 这里有10个心肇病的风险因素 有些你是无法改变的 例如年龄或者胃存 但是大部分是可以改变的风险因素 就是说你可以做些事 好我们现在看看其他计算心肇病风险的方法 第一个是根据ACC和HA 在2013年所出的 10年来幻想心肇病和中风风险的计算法 你可以网上Google CVD Risk Calculator 你就会看到这个表 这是在香港港安医院的网站 又中英文的 你只需要填你的税数 性别 总胆的信 HDL 是不是吸引人士 是不是一位糖友 血压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数字 但是这个网站 它没有给任何解释 关于你得到的结果 无所谓 我现在就给你 5%以下是低风险 5-7.4%是临界风险 Borderline Risk 7.5-20%是中等风险 20%以上就是高风险 根据你的风险 你的医生会给你一些提议 或者看看你需不需要开始吃肉 这个CVD Risk Calculator 就是局限性 是没有提到其他风险因素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图 说到不活肉的生活 和肥本都是其中一个风险因素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 如何去定量 究竟有多不活肉的生活 或者有多超重才有风险 还有遗传的话 如果阿耶有心脏病 那你计不计有风险呢 所以这些风险因素 我们都不知道 如何去定量它们 所以呢 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 从ACSM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出的风险分层 比刚才那个CVD Risk Calculator 有更多的风险因素 和每一个风险因素 都有其的定量 这个是当我读中 ACE健身教练课程找到的 因为还没开始 教客人运动的时候 要看看他们有没有 心血股振病的风险 然后根据他们的风险分层 再看看如何去调整他们的运动 我觉得这个是so far 我找到最全面的风险分析 在我们未继续前 如果你在这个视频学到 就麻烦大家给个赞 那YouTube的Algorithm 会知道你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会把这个视频 推出去给更多人见到 多谢 好 我们再看看ACSM 如何去定义心脏病风险 有9个风险因素 我将每个风险因素 会逐个逐个解释 你可以拿张纸和纸笔 出来记下 如果说中的话 你就要加一分 然后我们再看看 最后你的重分是多少 你准备好了吗 第一个是岁数 男性的话45岁以上 女性的话55岁以上 讲中话就加一分 第二是family history 家族病史 一级亲属的意思是 父母 兄弟姊妹 子女 阿爷 阿妈 叔 百姨 姑 表 堂 全部都不计 如果男性的一级亲属 在55岁前有心脏病发 做过心脏手术 撤死 就要加一分 或者女性的一级亲属 在65岁前有心脏病发 做过心脏手术 撤死 刚才我说到 阿爷有心脏病 你计不计有风险呢 是不计的 第二 吸烟 吸烟者 或者在过去6个月内 戒烟 或者经常有接触到吸烟的人 即是食而受烟 就加一分 大性是 狗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Sedentary lifestyle 简单说 就是不活躍的生活方式 那这个是怎样去定量呢 每个星期少过3天 没有做过30分钟的 中等强度的运动 持续至少3个月 就要加一分 问题是 你又怎知道 什么是中等强度的运动呢 Moderate Intensity 一个平时做运动的人 和没有做运动的人 他们的中等强度是不一样的 是要看个人 一般来说 如果你是在做中等强度的运动的话 你在做的时候 你有少少喘气 你可以说 但是你又不唱得歌 例如快步 走斜路 跳下舞 打下轻松的羽毛球 等等 那些运动量高的人 他们的中等强度 可能会更多了 所以在公演、撒纳、shopping 拉下筋 那些全部都不是中等强度 第五 就是肥胖 BMI超过30 BMI只是一个体重和身高的比例 有些人天生骨骼重 或者是肌肉量高 BMI可能超过30 但是不代表它超重 所以我喜欢这个ACSM出的风险分层 他也有考虑过这一点 另一个方法就是要看它的腰围 男性超过40吋 或者女性超过35吋 如果有就教训了 大陆就是高血压 Systolic pressure 超过140 Distolic pressure 超过90 或者目前有吃高血压 大七 就是高胆高信 LDL超过130 或者HDL少过40 或者目前吃胆高信 如果只有总胆高信的数据的话 超过200 就要加一分了 那大八 就是高血糖 有另一个原因 为什么这个风险分层不那么好 因为它不只是说有糖尿病 它也说高血糖 Prediabetes 糖尿病前期 都是当高血糖 所以胸肤血糖超过5.5 就要加一分 或者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就是喝糖水 两个小时后 超过7.77 都算是高血糖 至少要两次测量的确认 那大九 如果HDL超过60的话 不是要加一分 而是扣一分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这个ACSM的风险分层很全面 因为它有考虑到 高HDL胆固上的指数 HDL是一个negative risk factor 所以这九个风险因素 你加起来之后 就查到你是哪一组的风险分层 2分以下归类为低风险人群 中等风险是2分 或者2分以上 同时没有出现 心血管疾病的症状 高风险人群 是直接 有心血管疾病的症状 什么是心血管疾病的症状 就可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也挺清楚 如果你真的高风险的话 就快点自信你的医生 或者有记录心血管疾病的案例 无论你加上来的分数 有多高或低 都是算高风险的人群 很多人做了这个风险分层的时候 觉得 哇 这个太严格了 男性45岁以上 和家族有病史 都已经2分了 很容易就归来中等风险的人群 这个风险分层的目的 就是要你更加关注你的健康 如果你的岁数和家族病史 已经拿了分 那你就要留意其他的风险因素 不要再给他们加分 其实就是得岁数和家族病史 是你做不到任何事 但是其他的七个风险因素 是跟你生活方式和饮食有关 全部都你可以控制 还有更重要的 你还可以逆转他们 比如说你是拿5分的 那你目标 首先是不要再加分 然后就开始 慢慢改变你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例如停止食烟 开始做中等强度的运动 其实很多这些风险因素的来源 是和身体的严正密切相关 你需要向减低身体的严正开始 所以我在这个视频 有提供10个抗验方法 是一个好好的开始 帮你降低你患上心痛力的风险 多谢你看这个视频 如果有帮到你的话 就给个like 我们在下个视频见啦 拜拜